一個早餐 它的重要性就是說 第一個它有優質的蛋白質 那我們其實還蠻鼓勵在銀皮裡面可以攝取 比如說你可以攝取72度C的15秒的低溫砂菌 有富含所謂的乳鐵蛋白跟免疫球蛋白 那它可以增加小朋友的一個保護力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蛋白質的一個攝取上面來講的話 盡量還是以一般的 比如說鮮奶 然後另外就是在主食裡面來講 就是你可以選擇比如說 吐司啊 然後加一點你雞肉或是鮪魚的部分 那它蛋白質的來源也會比較有優質 那另外小朋友一天其實可以喝到兩杯的一個鮮奶 所以可以早上比如說早餐喝一杯 然後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其實它的一個下午茶的一個點心 也可以選小朋友準備這個鮮奶 但是鮮奶的選擇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考慮它的那個殺菌的一個時間 還有它加熱的一個溫度 那我們基本上如果你要保留最多的一個營養成分 其實你是要用所謂的一個低溫殺菌的方式 就是一般來講 七神的毒吸15秒的一個低溫殺菌 因為它是非常適合小朋友 它保留了很多的一個乳鐵蛋白 跟所謂的免疫球蛋白的部分 那另外在早餐的時間點上面 我們會希望在家裡面吃 而且盡量在早上8點半之前 就把它吃完 然後有一個定時定量的一個概念 這樣會比較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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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